近日,人造肉在杭州淘宝造物节上亮相 植物蛋白制成的人造肉取代传统肉食作为原料 品尝者试吃后表示口感逼真,引起了网上热议 9月17号,记者来到造物节上,找到了这家人造肉实验室 对人造肉感兴趣的市民商户比比皆是 前来拍摄视频、合影和洽谈业务的也是络绎不绝 相关负责人蔡宇清告诉记者 人造肉用豌豆、黄豆、大米和冬菇提取其植物蛋白 再用甜菜染色,制作成色泽和口感近似肉的人造肉 他们目前在香港和新加坡有自己的餐厅和零售平台 本次来到造物节是为了推广健康素食和环保的理念 也为打开内地市场试水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豌豆、黄豆、大米和冬菇的植物蛋白提取 然后做成了一个人造肉 然后它很像猪肉的颜色是因为我们用的是甜菜 这个染色把它给染上去的 我们这个呢是为了提倡一个素食的概念 不是说让大家就完全改成素食 但是就是希望少吃一些肉 因为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呢是对环境会非常的好 因为它植物转化率会比较高 所以你少吃肉的话相当于是保护了环境 其次的话就是人造肉相对来说也更健康一些 它没有普通猪肉的胆固醇 对 但是它提供了差不多等量的蛋白质 由于人造肉关注度比较高 目前试吃实行每个整点前50位民众的限时限量 一接近整点 人造肉摊位前便排起了长队 大家踊跃尝试 市民们普遍认为 人造肉的健康理念不错 但是味道和口感还是偏豆制品 未来市场前景可观 味道还是不差的 刚刚还没拿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香 因为它做成丝丝头的样子 感觉还是像肉一样的 就是我感觉口感上 稍微跟肉还是有点不一样 从健康角度出发的话应该是好的 因为它是素食体 吃了对健康是好的 不会引起北胖什么的 那肯定是的 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 这个还能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我感觉就是它已经很接近肉的口感了 但是其实还是吃出应该是豆制品之类的 对 但是确实还是挺好吃的 有兴趣了 而且我记得已经就看到 确实也有人造肉 就是在上海铺货了 就是一些超市 然后如果这个品牌吃的话 可能会尝试一下 就像有小朋友可能不爱吃蔬菜 不爱吃黄豆 但是这个技能满足 小孩子的这个营养方面 但它视觉感又非常的好 就是它像一个汉堡包 它觉得吃的是肉 其实它吃的是蔬菜 对于健康方面 我觉得这还是非常好的 浙江工业大学食品工程 与质量控制研究所所长 教授丁玉婷表示 人造肉是一种新型的食品 目前比较新 它离民众的餐桌有多近 以及是否会成为潮流 都有待新的研究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一种新闻网客beam 推荐